第三百三十六节 兰玲哭声是越发的大了 因为我是没娘的孩子容易欺负 狗屁 因为这些公主里边啊 我最喜欢兰玲 一个小美女 干嘛要去赚那些肮脏钱呢 想要嫁妆容易啊 跟我说一声就好啊 我会给你出赚钱的好主意 小美女嘛 就该赚那些干干净净的钱 那样你用起来才没有顾虑啊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那些御史言官 才不会三天两头的 跑你父皇面前告状啊 到时候你父皇才会给你 选一个长得俊的 又有才学的夫君 兰玲一下子止住哭声 红着眼睛问云叶 真的 皇宫里你最喜欢我 那是当然了 你是最聪明的公主 从你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脑子 你知道的 我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 我当然会喜欢聪明的公主啊 可我没有钱做生意 我现在只有两百官 做不了大生意 别的姐姐都很有钱 我的利分很少的 蠢货才会用很多的钱去做生意呢 你知道的 我一向啊 都是做没本钱的买卖 聪明人知道用脑子 去赚那些傻子的钱 你看看皇宫里走来走去的 哪些不是啊 蠢的让人生气啊 兰玲转头四处看看那些 巍巍缩缩的宫女太监 还有一些专门在亭子里等父皇的妃子 还真的觉得自己周围全是蠢货 重重的点点头 这一刻蓝玲觉得自己比那些人呢 聪明的太多了 蓝玲刚才正在喝奶子 纯正的牛奶 眉头一皱 立刻有了主意 拉起蓝玲的手说 你看啊 咱们是聪明人 和蠢货待在一起呢 就会变啥 我们呢 离他远远的 免得呢 被那些蠢货的气息给污染了 让你见识一下 我是如何用一碗牛奶 去给你赚第一笔钱的 两个人来到皇宫的厨房 云叶三两下呢 踹跑了厨房里的厨子 蓝玲也拿扫帚帮着赶人 焦急的等待云叶如何用牛奶去赚钱 貌似宫里边最多的就是这东西 宫女都有的喝吧 皇宫里有许多的海带 海带里呢 夹杂着好多褐红色的石花菜 云叶随手找了一小把 放在温水里浸泡 又把已经发好的酸奶 倒进打酥油的木桶 不停的搅拌 不多时 酸奶上浮起来了一层白色的东西 用扁勺咬了出来 告诉兰玲 这就是奶油 尝了一下 还好不酸 又把泡好的石花菜呢 放在锅里煮 不一会儿就煮成了粘液 放在冰块上冰凉 取出上面的一层 还不错 稍微啊 有点褐色 最后在锅里放了一点豆油 抓了两大把的双糖 放在油锅里熬糖 等到冒泡的时候 把奶油还有牛奶 煮好的石花菜明胶 一起倒进去熬制 让牛奶彻底的收干 变成了粘稠的液体 然后倒在案板上 晾一下 趁着糖还没有固化 用手搓成一个细长条 用刀切成一粒一粒的 统统扔在冰上放凉 等凉透了呢 取下一粒 塞进兰陵的嘴巴 自己也尝了一颗 还行 多年不做了 手艺呢 稍微有点潮 没有当年做的好吃 或许是材料的缘故吧 一颗没吃完 兰陵已经在吃第三颗了 糖霜的焦香 混合着牛奶的腼甜滋味 实在是可口极了 虽然好吃呢 还是不明白 如何去骗那些傻子 云叶从怀里掏出一颗辣丸 拍碎之后呢 取出里边的 治嗓子的药 又把牛奶糖放了进去 小心的把软辣封好 问兰陵 两文钱卖给你 要不要 小丫头一下子就明白了 跳着脚说 两文钱当然要了 这么好吃 我告诉他们 一碗牛奶 才能做一颗 一听就是个聪明孩子 但是呢 明显的还有羞耻之心 不懂得广告宣传的作用 拍着丫头的脑袋说 你啊 现在还没成年 吃你父皇的 用你父皇的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啊 你就不用本钱 闺女儿想喝两碗牛奶 做父亲的 还会不允许啊 至于牛奶糖呢 你该这么说 哎 这是有一天你在睡觉 梦到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哎 他在梦里教会了你这些 说呀 啊 常吃会养颜美容 皮肤变得细腻 更重要的是 口气会变得芬芳 为此呢 你专门找了十几种的药材 请孙先生配武之后啊 才有了这东西 孙先生也说是好东西 因为是孙先生说的 所以一颗就会卖到十文钱 你哥哥清雀最是喜欢甜食 你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口碑和名声 然后在宫里卖 不给和你关系不好的姐姐妹妹 知道吗 蓝灵的确聪明 很快就找来了如母 还有自己的四个宫女 央求云叶再做一遍 云叶笑笑 又重新的做了一遍 这个活很简单 几乎是没有技术含量 一个大人很快就带着四五个小丫头 把牛奶糖做了出来 味道似乎比云叶做的还好一些 大唐从来都不缺做乳食的高手 剩下的就看小姑娘自己如何做了 占领了皇宫市场 再开发其他市场 那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只要迈出第一步 欲望和资本的力量 会逼着他逐渐的一步步走下去 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糖果公司 蓝陵明显的有这方面的潜力 回到玉山 云叶没有进家门 而是转道去了孙思淼的药炉 在那里呢 把自己从头到脚的清洗了一遍 又泡了柳汁水 这才回到家 孙思淼的病菌忧虑症 他多少也有一些 才进门 就看见木匠和徒弟 扛着一块好木料 从后门折回前院的工房 借侯爷回来了 放下手里的木料 给侯爷行礼 不错的木料 家里这是要做什么呀 回禀侯爷 咱家孩子车车的名声啊 传了出去 想着他这些日子 不停的在做 才把恶国公家的三辆给送了过去 这不韩国公府上 就送来了料子 请咱家呢 也给坐上三辆 便宜坊 还给小的下了订单 要一个月送五十辆过去 侯爷您看 咱家的事情都忙不过来 谁有空理会商户 笨 你交几个徒弟就好了 让他们给商户做 你专门给富贵人家做就好 云烨对自己家装户的智商着急 侯爷 那不行啊 那是咱家的手艺 传给外人可不妥当 小的会被人戳起两股的 木匠啊 像是被马蜂窝遮了 跳了起来反对 懒得理会 才要踹一脚 星月就推着云宝宝走了过来 给木匠说 咱家的手艺都金贵 谁稀罕几个钱呢 给几个家的长辈做好就可以了 何少越来越过分了 敢提这种要求 就该一顿棍子打死 看到儿子笑得口水滴哆的 谁还去管什么破木头 何少现在肥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弄了一个不碾 让几个昆仑奴抬着 揍一顿呢 也活该 从车车里抱出儿子 这才是老子的心头肉啊 才和儿子亲年了一会儿 正把小胖手含在嘴里咬呢 就发现小鸭急急忙忙的 从后院跑过来 簪子都松松垮垮的掉到耳朵后边了 拿着一把柴刀 在小竹林里啊 砍了一根手指头粗的竹子 三两下砍成两截 就要跑回去 星月气得脸都红了 一把揪住 在后背上拍了两巴掌 这哪里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乡下野丫头都没他这么胡闹的 既然星月已经教育了 云爷就不管了 抱着儿子去找自己的闺女 回到后花园就傻了 纳日木站在树屋里 从小窗里伸出脑袋 对着底下的几个小丫头吐舌头 还把绳梯收了上去 树底下的小丫头们呢 愤怒的声讨纳日木 纳日木得意极了 还把闺女拿出来呀 一起闲呗 云爷再发傻呀 星月就已经疯了 勒令纳日木从树上下来 把闺女往云爷怀里一塞 揪着纳日木的耳朵 就在后背上猛拍呀 几个小丫头还没笑两声 自己的厄运就来了 小丫刚刚砍的竹子 正好用来教训他们 一时间花园里是鬼哭狼嚎 沈沈姑姑把头从屋子里探出来看一眼 就继续打麻将了 看样子这种事情已经很普通了 多么和睦的一家子人呢 只是敌人节去哪了呢 树屋也不是只有一间 转过一个花坛就看见敌人节 一个人坐在树屋上 手里拿着一卷书 摇头晃脑的背书 巨大的憨憨躺在书根底下 拿身子蹭树 这猪脸上的肥肉 把眼睛都要遮住了 见到云叶过来 费力的站起来 晃着屁股去找小丫救命 很早就想把这头猪杀掉吃肉 每回小丫都不许 谁家的猪一养就是三年多呀 现在一千斤都有了 奶奶也说不许杀 家里多了一个活物 它总是好的 就是总是偷吃这不太好 让敌人节把儿子接上去 再抱着闺女沿着梯子爬上去 看看树屋 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那些孩子不来这地方呢 一个小小的软木板上 用绣花针插满了各种昆虫标本 甚至呢 还有一条菜花蛇的标本 嘴张的老大 看着都渗人 怪不得那些孩子不上来呢 就是胆子最大的食事 也不喜欢和蛇待在一起 小杰 你很奸诈呀 云叶让闺女在怀里躺好 把儿子放开 让她在铺了地毯的地面上爬 自己呢 取过标本仔细看 敌人节挠了挠后脑勺说 我总没个青将 他们最喜欢在我屋子里玩闹 在我的床上跳来跳去 还要穿我的衣服 没办法 只好把标本都搬过来了 自从刘进宝叔叔给我抓了一条蛇 就没人敢上来了 自己解决困境才是好样的 我一直在等你向我求助 但是你没有 能自己处理好琐事 将来一定会处理好大事 小杰 好样的 对于孩子呢 云叶从来都不吝啬夸奖 敌人节听了呢 那总是眉开眼笑 帮着云叶把云宝宝一遍一遍的 从窗口拉回来 好孩子就该有奖励 这孩子呀 最喜欢吃红烧狮子头 今日有空 正好给他做一顿 再说了 自己也馋了 山里面吃不好 睡不好的 亏了肚子 人一得意呢 就容易忘形 敌人节的海碗里 装了两个拳头大的狮子头 自己才吃了一口 就去花园里闲呗 那些女孩子 还有那日木二娘 都被大娘勒令罚战 树荫底下站了一排 正在互相埋怨 就发现敌人节端着红烧狮子头出现了 摸摸泪流满面的敌人节 再看看空空如也的海碗 云叶从龙屉里拿出准备当夜削的狮子头 又给他分了两个 这一回敌人节就坐在师父跟前吃了 打死都不去花园那儿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日木赖在星月的床上不下来 给云叶告状 说星月拿棍子抽的 还摆出证据给丈夫看 星月顿时是怒火上升 在光屁股上又是几巴掌 把云叶推出去 说今天晚上好好收拾一下那日木 家里就这样 还不错 很有活力 在大月亮底下独自一人品着酒 也是很有意境 都说秦时明月汉时观 最是惹人遐想 唐朝的明月也很漂亮 清须须的挂在山头 像是挨了谁的几巴掌 现在没那么些念头 只想高高兴兴的把这辈子过完 有人在舞剑 渐气寒光硕硕 五道极致 就只看见一团光影 看不见人 一个少女在轻轻的淫恶 硕人齐秦 衣锦鲸鲸 骑猴之子 卫猴之妻 东宫之魅 行猴之仪 谈宫为思 手如柔仪 夫如宁指 领如求其 齿如会兮 琴手峨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硕人嗷嗷 说鱼浓骄 四母有骄 珠坟飙飙 宅府已朝 大夫速退 无始军劳 河水扬扬 北流活活 狮孤霍霍 扇尾发发 家坛接接 树江涅涅 树势有何 这孩子要不成了 怎么能对着一个武剑的响马 说自己想嫁人 齐江出嫁的牌场 那算个屁 我妹子出嫁 一定要比她强一百倍 一娘润娘是表小姐 云家的牌场 用不到他们身上 大鸭出嫁 那可就不同了 她是正牌的云家大小姐 一娘润娘的云姓 是云家硬给他们加上的 但是上不了祖谱 入不了祠堂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要说别人 就是奶奶这一关都过不去 一娘出嫁的时候 奶奶都说 余礼了 让所有的权贵人家笑话 润娘马上出嫁 就不许云爷插手 想要多给点钱 背地里给 大鸭要是出嫁 云家的仪仗就能出动 这个面子为尊的世界里 你就是一文钱 赔价都没有 只要出动仪仗 夫家就比拿了钱 还要高兴得多 现在看呢 十六岁的小姑娘 居然想嫁人了 白养了这些年 被一个响马 把活给勾跑了 想到这里呢 气不打一处来 大声的对墙那边喊 想得美 想学七江早早出嫁 先叫想马把欠咱家的钱还上 再静身出门 一个子都不许给 没一个有良心的 大碗上的耍剑 扰人清梦 大鸭想不到哥哥就在墙后边 面扫的叫了一嗓子 就钻进自己的屋子 咣当一声把门关死了 很快墙头就出现了 善婴愤怒的脸 也没见他怎么用劲 打着旋的就翻了过来 手一抖 明慌慌的宝剑就插在了地上 往云叶面前一坐 拿起酒壶 灌了一大口 大咧咧的说 大舅哥 我善家就我一根独苗了 您看什么时候把大鸭取过门合适啊 免得我总是翻你家的墙 取个屁啊 你现在就一个肩膀子上扛一个脑袋 房屋半间 地无一笼 你让大鸭随你去当小马呀 那丫头从小吃苦吃多了 我才舍不得让他再受罪呢 等你啊 房子 车子 银子 全部弄好再去 我在腾大压几年再说 谁说我是穷光蛋呢 洛阳好大的产业呢 善英很不服气 我才看完账簿 你去年卖火柴 一年赚了一百三十三罐 然后你又给那些妇孺盖房子 花去了一千八百罐 也就是说 你又欠了账上一千六百多罐 掌柜的找我哭诉 说你给那些人的工钱 开得很离谱啊 要不然去年早就把本钱赚回来了 云家年底开会 他觉得老脸都丢尽了 求你嫂子另选高明 他准备去要饭了 他们很穷 你知道的 你更穷 欠了一屁股账 身上的宝刀都抵押了 现在讨老婆都没钱 救人先救己 你知道不 我会动到钱的 小事 说完呢就拍拍手 站起来 在树上借了一下力 就消失了 哥哥 小鹰会不会出事啊 他去抢劫了 大压惊慌的从树后边钻出来 拉着云叶的手直摇我